印度尼西亚国会核准了当地政府同新加坡签署的引渡协议 印尼希望协议有助当局将计划逃到新加坡的贪污罪犯绳之以法 印尼总统左科今年1月同我国总理李显龙在明丹岛举行非正式峰会期间 针对三项长期课题达成协议 引渡协议是最终获得批准的协议 另外两项被核准的协议有关防务合作和非航情报区 两国早在2007年签署这两项协议 后来也在印尼国会获得通过